打了第二剂疫苗让保护力更完整 但民众更担心莫德纳二剂的强烈副作用 根据机关署统计 莫德纳二剂接种后症状像是注射部位疼痛和发烧 都显示18到49岁最明显 50到64岁次之 65岁以上副作用最低 明显随年龄增加而减少 专家点出nRNA疫苗第一剂是首次刺激免疫系统 所以副作用较轻微 第二剂是第二次刺激 副作用会更强烈 会产生副作用可能是因为疫苗抗原设计产生 第二种则是左剂造成 可能会让抗体增强 也可能本来就对左剂过敏 因此副作用不能等同疫苗产生抗体强弱 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在副作用的产生的情况越大 所以才会造成比较强的免疫反应 或者是免疫的效果比较好 这并没有绝对的正相关 医师认为年轻人副作用确实会比较强烈 但不代表副作用越强 抗体产生就更好 也提醒民众如果副作用持续超过太久 一定要急事就医 记得杨士是曹晓元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